大家好,我是蓬蓬 今天我们依然带领大家探访古村落 这个村落呢,是位于 边池旁西山脚下的一个古老的白族村落 白草村 说到白草村呢 它和我们的药丸许幻章之间 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咽缘 那么村子里面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走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草村文化像 走走 随处可见的药餐名称 我这个中医爱好者 白药白纸 蛾草 老公居 现在的乡村啊都画上了一些这个有文化特色的涂鸦 这个村子的涂鸦特别有文化 都是中药名称 黄金 夏天的时候 这位要 不错 红景天 去西藏一定要吃的 可以吗 特别有文化学 这个季度 特别有文化 这就是 登场的 有文化 你 好 说到曲幻章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是太熟悉和了解 但这些原来要乃地式家喻和小文明全国 在我的身后就是曲幻章老先生的旧居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是一个三尽两耳的分明老民居 从布局上来看 叫做一颗硬布局 这是原来抓药的地方 我抓一副药 夏天 抓点肝草回去泡点水 原来的看病的老先生泡个麦 忘文问天 这些桌子板凳啊 都是原来的 老桌子 老板凳 咸风时代的点鹅 一刺双鱼 我上楼看一下 这些都是当时真实的药方子 看不懂 连翘 连翘训人 这些药方子都是当时的药方子 我看那些腰伤 脚伤 跌打损伤 云南白药边说 跌打损伤是真的最有效 你看当时中央日报都有 哎呀 当时在这样的小楼上 既看病又住房 老菌丹 退运膏 这全都是 这个医馆里边 当时一些这个药方 药名 风楼膏 都是治疗跌打损伤的 安神震惊丸 老家居 老家居 一抬头 全是中药方 哎 你看这上边这些 都是晾中药的 中药材采了以后 看到这上边晾干 不一样书 不一样书 这里呢 这里呢 其实也是当时 曲换张老先生 他们家既行医又居住的地方 百年历史 虽然现在经过了修缩 整修 但是这个房子 本身是具有百年的历史了 全是各种中药材 全是各种中药材 有一个地方的 我们的中药材 在那儿 我们的中药材 我们的中药材 都要说 这一间是制药的 你看这还做个人呢 药缸中药的 这是些啥药 来来来 我们威一副清热解毒的 这些都是当时留下来制药的一些器具 坐这抓个药 这是几钱呀 这条小道叫幻瞻的小道 是曲幻瞻好先生 每日才要的必经之路 就来看看 是 这是 这一切是 我们的 这一切都是 一切都要 这一切都是 两切都要 一切都是 这一个 老村加在新村中 这里有一栋老宅子 来看看 老石墩 馋户 这栋居民楼就是老村的保留居民楼了 特别有特色 整个门梁 包括门 都是原来的 核桃小院 那意味着门前这一大棵树 是一棵核桃树 已经结核桃了 特别凉快 非常凉爽 刚才外面是下过雨的天气 而且很热 一走到这棵核桃树下 特别凉爽 新居旧居 焦香灰映 这边老楼特别有历史感 吃起来 好 老楼 买 30分钟 出面 这些应该都是白草村 老村民的这个民居了 白草村真是特别明显的 新村中有老村 老村中有新村 这个应该也是乡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既能让大家感受古老村庄的魅力 同时又让大家看到新村建设之后的一些现代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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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ijd 公主的名称 一点点 人類白草生的周圍 植物風貌 所謂白草皆可異調 那作為文明全國的 明明白耀的花園地 希望所有來到空營的朋友們 都可以到這個燈光裡 來走一個看一看 同時呢也趁往下 去放假老天整個休息 好的 今天的瀏覽就結束了 拜拜